您對海洋產業的認知有多少呢 跳手 船長 鄰港 離岸風電 水下考古 海關 來自各校小主播將主題海洋職業介紹 發揮得零零盡致 也學到寶貴的經驗 就是要上台的時候覺得很緊張 然後一開始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就是很踴躍的參與 銀水人執照取得相當不容易 目前全台擁有銀水人執照得不到100位 又為大家介紹一個特別的職業 這個職業還被稱為漁市場的饒舌歌手 他就是漁獲拍賣員跳手 主辦單位基隆市戶外教育以及海洋教育中心 期待利用新聞報導的型態 加強基隆學子對海洋職業的認識與關注 世界海洋日 我們戶外中心的話想要突破傳統 想辦理跟海洋教育有關的小主播的比賽 所有的老師跟同學就會事先針對我們設定的主題 事先去做研究然後跟學習 我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對於海洋教育學習的一種模式 今年的話這樣子示範明年也會繼續操作這樣子的課程 比賽分為國中組與國小組 參賽者兩到三人 以新聞主播報導一項特別的海洋相關職業 並由專業的評審進行評比 過程中也讓孩子感受植癌探索的魅力與重要性 基隆是一個海洋城市 我們在各校都會去推動海洋教育的課程 那我們特別在今天世界海洋日辦理這樣的海洋小主播的活動 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可以讓孩子對於我們在地海洋相關的產業 有更多的認識也希望他們對於海洋永續海洋保育有更多的省思 跳脫傳統模式為年輕一代打開認識海洋職業的大門 並啟發他們對海洋的關愛與保護 這是基隆市致力於海洋教育的具體行動 希望透過這樣的比賽 讓更多的學子提早認識與海洋相關的行業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也是一種很重要的優因